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穷电影 大家好,欢迎来到穷电影,我是穷哥 一个专注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影解说 都说续集多数越拍越烂 而且续集或多或少和前面都有关系 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一步是不一样的 全程高潮,当然可别想弯 而且根本不需要看前作 那就是疯狂的麦克斯斯,狂暴之路 电影的背景是在未来的世界 水之源缺乏引发了灵敏的战争 影片一开始一段对白 一个叫麦克斯斯的人,曾经是一名警察 曾经为了维护正义活着 而当人类已经陷入疯狂 核弹爆发,土地恶化 人类都成为了半死之人 随着世界毁灭,人们互相撕杀 争夺有限的资源 地球变成了血腥十足的杀戮战场 所以在这个世界 男主麦克斯已经练就了 动不动就能吃下蜥蜴 在这块土地上活着才是根本 但是却要被拾荒者追杀 最后被抓回到命龙恐怖的布什桥 在戈壁山口建立难以撼动的强大武装王国中 男主被当作学代 为那些战争之子提供血液 因为在这个世界 多数战争之子都得了淋巴癌 往期会贫血,需要血带 当然途中男主想要逃走 却没有成功 他不仅要逃避活人的追捕 还要逃避那些曾经因为他而死的亡魂的虐待 而一次布什桥的得力战将弗里萨 准备去汽油镇换取汽油 而这几个邻国都是同盟 汽油镇、子弹、农场的Boss 都是布什老桥的同盟兄弟 布什桥用冷奶食物 来和他们交换汽油、子弹等一类的物质 并且布什桥偶尔还会放水 给下面的那些僵尸之人一些活着的希望 但是这次却因为自己的得力首相 女主把自己的几个妻子偷偷带了出去 这令布什桥恼羞成怒 发誓要追回生育者 所以不仅是布什桥出去 还派了无数的战争之子一起追捕女主一伙人 而我们的男二号也是一名战争之子 不过因为长了两个巨大的淋巴流 还需要输血 所以把男主这个万能血带也带上了 这场追逐战着实的精彩 在这场追逐战中 战争之子以死为龙 甚至觉得死了之后能进所谓的英灵店 但是没多久 他们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沙尘暴 只有女主还有作为血带的男主 被男二号强行带着被迫上路 途中疯狂的男二号为了追求英灵店 所谓的荣誉一说 差点把车子撞上了女主的大卡车 最后被男主制止了 随着车子坠毁的画面变黑 当男主再次醒来的时候 沙尘暴已经过去了 车子已经废了 但是他却打不开那个锁住自己的面具和链条 本来准备用枪打断男二号的手 但是枪不给力 后来发现没多远 女主一伙人的车还在那边 所以他扛着男二号跑到了这边 看到了不少白玉美女 其实这些都是不识老乔的妻子 为其生育孩子 他假装自己的枪是好的 最后占领了这个车子 不过这个过程可不算顺利 本来准备丢下女主一伙人独自开车走 但是因为自己的驾驶技术不行 开不了这个超级大卡车 所以不得不带上女主和这几个维命女魔 还有那个偷偷爬上车的男二号 所谓不打不相似 但是可能是很久没有和人交流了 男主一开始看起来很是暴躁 并缴纳了所有的枪支 从这些维命女魔口中得知 他们原本要去一个叫绿洲的地方 但是因为男主搭上了这趟车 估计不那么容易了 此时后面有不识老乔的追捕 旁边还有子弹农场的人追了上来 在途径一个关卡的时候 男二号被发现了 最后被丢了下去 因为被洗脑的太严重 一心想着不识老乔这个大丑逼 本来女主是和这边的人谈好了血液 但是却因为迎来了三支战争部队 所以这个交易谈崩了 最后只能强行喘光 而关口却被他们炸掉了 堵住了不识老乔一伙人的路 而他们准备自己去掠夺女主这一伙人的物资 反正在这个世界不是你抢我就是我抢你的 此时不识老乔一伙人被石头挡住了 男二号因为失了其中一个维命女魔衣服一脚 并且上过这辆车 所以被不识老乔带上了 几辆越野车先翻过去追捕男主一伙人 因为大卡车太笨重了 所以没多久就被追上了 而不识老乔看到自己的交情兴其难耐 派出了男二号去干掉男主和女主 但是这个毕竟是男二号 所以自己绊倒了刷了一波存在感 而不识老乔为了追上他们 射出了夺命锁链 把卡车的方向盘扯了出来 紧要关头美艳的孕妇为命女魔 拿出了大剪子准备剪掉链条 最后当然是成功了 但是因为没有方向盘 车子撞到了巨石 被后面的车子连了过去 结局可想而知 不识老乔非常的生气 配上戴着面具看起来很是猙獰 当然其他的女微蜜很伤心 甚至一度想要回去找他 最后男主在车内也询问了 那个他们想去的绿洲在哪儿 女主则说一路向东开一夜 而再次登上这辆卡车的男二号 被其中一个女微蜜洗脑后 才知道他原来一直被不识老乔骗了 所以剩下的几个人最后携手一起逃亡 在这个逃亡的过程中 遇到了很多危机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经过一片乌鸦生活的泥地 在这里还有一些踩着高敲生活的人 但是给人的感觉这是一片死亡之地 当女主找到了自己曾经的族人 询问一下才知道原来的绿洲早已经被毁了 就是最初他们途径的乌鸦地 此时的女主是绝望的 难道世界上再也没有好的绿地的吗 本来剩下的几个人要横穿沙漠继续寻找 可是被男主挡住了 他说他们应该回去 拿下药塞里面什么都有 根本不需要去寻找 所以最终他们整装出发 一起杀了回去 让布什老乔措手不及 毕竟如果他们继续走 前方有的可能只是沙漠而已 最后的半小时非常的精彩 在这几个老人以及大家的吉利抗争下 布什老乔的头颅被扛了下来 男二号为了堵住其他人 开着卡车撞上了一个关口 爆炸烂巨石崩碎掉落 堵住了出口 最后女主带着布什老乔的头颅 回到了要塞 得到了这个要塞的掌控权 而作为奶妈的布什老乔 曾经的妻子放下了代表自由的水房 也代表这场疯狂之旅战告一段落 男主却默默的离开了 这里也许适合他身床 但是却不适合他 他要接着走下去 细节的内容留给大家 现在我们说说布什老乔的失败 这其实都是注定的 因为他忽略了一个细节 那就是洗脑不成功 对战争之者的洗脑是成功的 但是这几个妻子 还有女主是不成功的 女主虽然他战力强 但毕竟是小时候抢来的 洗脑不够彻底 忠诚度不够 这是失败的原因之一 而且对布什老乔的同志来说 不该让这些有反抗意识的人 之间有任何交流 再者就是这几位妻子 为什么会离开 因为在对比之下 这些有自由思想世界观的女人 是什么造成的 一个是因为这些女人是被抢来的 另外一个原因 我看到布什乔回屋找他老婆的那一幕 发现他用几十厘米后的门 把这些女人锁在里面 但是锁住思想屋里面 却有很多书籍 估计是布什乔想让他们无聊的时候 看书解闷吧 但是他们若看到一些好书 就会有一些想法 就不好控制了 最后的男二号也被洗白了 也是因为他知道了 所谓的英零店都是假的 也明白了自由的重要性 加上这个狂暴的男主 所以这场逆袭的成功 本来就是必然的 真的很棒 全程高潮 推荐大家去看看